一书难写中外事 万字竖尽不惊奇 欢迎收听 历史其实很有趣 汉史其实很有趣 第四集 好汉无好妻 赖汉取花枝 刘邦的家世和生活作风 可以说在家乡是臭名远过 哪个好人家也不愿意把闺女 往刘邦这个火坑里送 所以一直到四十多岁 刘邦尽管与三个女人都有来往 却没有娶妻 没有人敢帮刘邦说梅 刘太公也不张罗 刘邦本人倒也不着急 话说这一天 沛谢来了个宾客 这个人姓吕 与佩献献令有来往 因为与人结仇 为了避祸而举家迁到佩献 吕工搬家到佩献 佩献的献令很开心 因为吕工有个闺女 姓吕 明智 长得非常的漂亮 被献令向重了 献令曾经传话 想要娶吕智 吕工没同意 吕工是打算把这个闺女 取配给大富大贵之人 区区一个县令 那么大的岁数 所以他没有放在眼里 现在 吕工一家搬到佩县 于是佩县县令 大摆宴席为吕工 接风洗尘 借机来炫耀炫耀自己的威望 县里的乡生 富豪 大小的官吏得到了消息 刻意的巴结 纷纷赶来赴宴 但宴席可不是白痴的 于是乎 有带土特产的 有送钱的 这么多人来捧场 得有人接待 接待宾客的工作 就被县令交给佩县的公朝 萧和 公朝就是郡守县令的秘书 萧和传达县令的指令 送礼不满一千钱的 不许上堂跟大人和宾客做主席 全部在堂下就位 堂上堂下 每隔几步远 可是待遇却有高低之分 就在这个时候 刘邦得到消息也来了 到了门口 抬腿就往里面走 守门的人知道 刘邦一文钱都没有 准是空手而来 于是立即拦住了他 大声的说 嘿 刘亭长 等等 公朝吩咐了 贺钱一千以上的堂上就坐 一千以下坐堂下 你准没带钱 请你往堂下坐吧 刘邦一听 心想 这正是与贵人结交的机会 我怎么能坐到堂下去呢 于是 他通着守门的说 他刘邦会付贺钱一万 守门的嘴都合不上了 一万钱 刘邦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但是刘邦执意让他写账 他也只好从命 写好了李帖 他高声的喊 四水亭长刘继 贺钱万 这一嗓子不要紧 倒是把正在跟大家聊天的 吕工给吓到了 他与此人从未谋面 对方一出手就拿一万 究竟是谁这么有钱 他连忙站起身赶到门口 迎接刘邦的大驾 刘邦的底细 吕工不清楚 萧和可是一清二楚 平日里萧和跟刘邦的关系很好 一看见刘邦不知深浅的往堂上来 怕刘邦会惹祸 于是连忙拉住了吕工说 吕工 刘继这个人一向爱吹牛说大话 根本就没见他做过什么样的事 他哪来这么多钱啊 准是跟你开玩笑 你让他坐堂下就行了 吕工不信 这样仪表堂堂 出手万钱的好汉 怎么可能是个吹牛大王呢 萧和说话的声音大了点 刘邦听见了 原本只想找个角落座的就行 不敢造次 可是听了萧和的话 刘邦下不来台了 什么叫自己爱吹牛啊 他心中一阵憋屈 觉得不出这口气是不行的 于是敬就着吕工的邀请 毫不推辞的坐上了上堂 沛现在堂上就坐的有不少人 他们都认识刘邦 看见吕工把这么一个 泼皮无赖请到了上座 是非常的气愤与尴尬 可是也不好说什么 喝了酒就着菜 刘邦与吕工高谈阔论 期间 吕工也得知刘邦根本一文钱都没拿 可是这老头偏就喜欢刘邦 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越看刘邦越喜欢 就在宾客已经善尽 吕工语气异常可爱地跟刘邦拉起了家常 得知刘邦尚未娶妻 吕工大喜 立即说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给人像面 我像过的人可多了 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你的 我有一个女儿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我愿意许配给你 吕工有钱有势 刘邦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够攀上这样一门婚事 自然是百般愿意 刘邦和吕智的婚事就这么定下了 没两年 刘邦添了一儿一女 以前没人要的无赖 如今娶了如花似玉的媳妇 有了儿女 刘邦心里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庭里的工作 也不好好干了 因为他心里想 有老婆做饭 有儿女绕妻 拿着国家的津贴 等过些年 攒够了钱 买田置地 也成了老爷 这不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吗 但命运偏偏爱开玩笑 刘邦一生中最逍遥自在的日子即将结束 一个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的日子 就这样在刘邦毫无准备下来到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